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困难,这才是生命的意义,也是生命的内容,逃避不是办法,这男儿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,欲望是罪恶之源,在一定意义上说,佛家这话是正确的,而从容,仅是来自于看透和放下名利之爱的一种简单欲望。 因为欲望简单,满足感,成就感,幸福感,就常常包围着我们,我们的心里常常有满喜悦,喜悦两字,当是幸福的本人,它来自于我们心灵的成熟与饱满,有人帮你是幸运,学会心怀欢喜与感恩,无人帮你是命运,学会坦然面对与承担,没有人该为你做什么,因为生命是自己的,你得为自己负责, 人生的必修课是接受无常,人生的选修课是放下执着,当生命陷落的时候请记得,你必须跌在你从未经历过的谷底,才能站上你从未到达过的高峰。 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,有的唯一职称,同事之间,明争暗斗,而与我诈,有的唯一荣誉,朋友之间,勾心斗脚,唇齿相机,有的唯一迎头威力,兄弟刀枪相争,千人反目相斗,还有的孤明钓鱼,摇弓情赏,北半误陷,打击报复,欲致知死地而后快,当你两眼一闭, 你把黄土附身,所有一切烟消云散,你还争得什么劲,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,是天意,也在人为,生得不容易,活着也是更加需要无穷无尽的魔力和勇气,哪一个人的生存,既不能盲目也不可盲目,有的人说糊涂别好,想多了,反而痛苦,实际上,很多人就是不想,也很痛苦, 想多了也苦,想少了也苦,总之都是苦,不过想多一点,清醒一点,虽然痛苦,但是清醒,清醒的痛苦,其实比糊涂的痛苦好得多,也最容易得到生华和疗伤,在人生的旅途中,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,不是厄运,而是精神和心境,处于一种无止无叫的疲惫状态,感动过你的一切,不能再感动过你, 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,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,这时,人是要寻找另一片风景,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一回事情,因为你太好说话了,什么事情,别人一找你就答应, 什么东西,别人一给你就要,这样你就变得没那么珍贵了,做人除了说yes之外,还是要经常说一下脑筋合力虽然很重要,但是人的价值,却是靠拒绝而来的,拒绝,可以让你变得更珍贵,对你突然发火的人,你不知道他在心里忍了你多少次, 看起来绝绝果断的人,你不知道他在心里下定了多少次决心,才能真正做到不回头,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,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,让他看起来毫不费力,别怪他们太冷漠,别羡慕他们很果断,别说他们不付出,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,不要带给自己烦恼,也不要带给别人困扰,对自己好,就要用心,对别人好,就要关心,看别人,烦恼起,看自己,智慧上,起料别人,就会做人,清楚自己,就会做事,人经不起考验,顾不要轻易考验于人,走入人心很难,走入己心更难,心未定, 故意戒不定,若确定,则当下就定,心情则智商,心乱则语起,生活多数是平淡的重复,活得快乐的人,正是那些守得平淡,懂得感恩的人,我们总是太忙,忙到没时间感受生活,享受快乐,泛斗,拼搏,忙碌追逐一辈子,即便取悦了整个世界,最终委屈到还是自己的心灵,不知足, 放不下,把好好的人生弄得苦不堪言,豁达一点,堪得一些,人生没有多少事情比快乐更重要,人,早晚要习惯孤独,没有谁会把你当保护者,再大的男士也要微笑面对,哪怕是装的,对人要学会绝情,该滚的滚,该留的留,但你也要学会珍惜,知心朋友已不多, 难道你真要只剩自己,记得要忘记,不要哀哀气气的活在过去,不要那么任性,幼稚,一个人,也要飘飘亮亮活下去,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,而要靠心态去生活,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,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,生命中平淡如水的日子, 因为爱而博大,因为感动而温馨,因为信任而厚重,做不了决定的时候,让时间帮你决定,如果还是无法决定,做了再说,宁愿犯错,不留遗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